美豬再過三十多天就要進口台灣了 昨天行政院長蘇貞昌和立法委員 蔣萬安在立院是唇槍舌戰 火藥味十足 而今天國民黨立委蔣萬安再度炮轟 行政院長蘇貞昌 怎麼可以在國會殿堂公然說謊 傲慢跋扈 一再污蔑業者和店家 實在是假狼告告 因為昨天蘇貞昌質詢的時候表示 連國民黨中常委的楊博人 擔任董事長的屏東信公肉品 都非常支持政府的豬肉政策 但是業者事後卻發出了聲明稿 說堅決不使用進口的美國萊豬 作為公司的內外銷產品 是在這個打臉蘇貞嗎 我們就來替一下蔣萬安的說法 蘇貞昌院長他個人的傲慢 囂張跋扈 無視於廣大的民意 而且反而一再的污蔑 這些業者和店家 這實在是假狼告稿 那昨天信公第一時間也發出了聲明 打臉蘇貞昌院長 他們強調第一個 11月19號的儀式 當時楊董長根本不在台灣 第二個全程錄影也發現 根本沒有談及任何關於萊豬的議題 第三個他們也再三強調是反對進口萊豬 所以蘇貞昌院長昨天怎麼可以在國會殿堂公然說謊 信口開河捏造事實毀人傷癒 對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